北京时间10月4月,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,展开小组赛,莫伦角逐,在C小组最后一轮比赛中,韩国女排3比0祭拜特利尼达和多巴格女排,取得本届比赛的第一场胜利,不过依然难逃被淘汰命运,无缘16强。 本次比赛,韩国队此次是锦赛表现不佳,在前面比赛中先是输给了泰国,随后又是1比3不敌爱赛大将,面对两大直接竞争对手遭遇两连败,韩国队早早将主动拳送给了对手。 在昨天的比赛中,韩国队在遭到美国队逆转,输给俄罗斯队后,韩国队在前四轮后,仅仅拿到一个击分,排名小组倒数第二位。 由于同组打一赛败将在上一轮赢球,于是韩国提前一轮,被淘汰出局,最后一场就成了荣誉之战。 今天的比赛中,韩国队完全占据了场面上的主动,最终拿下比赛,取得本届赛事的第一场胜利,不过仍然难改被淘汰的命运。 这也是韩国队纪亚运会和亚洲背后,再次遭遇惨败,不过韩国队却是击分最高的被淘汰球队,而在东道主所在的A组,三分就能够出现。 韩国队因此也成了最悲剧的球队,在如此强大且竞争激励小组,拿到了四分也难以出现,同样倒霉的还有中国队同组对手加拿大女排,他们在强队林立的B组中也拿到了三分。 在最后一场前都有出现希望,可惜最后一比三不敌保加利亚出局,而他们的战绩在所有三分球队里却是最好的。 不得,不敢叹,日本队真是给自己抽了一个好千。